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一部韩国爱情伦理电影《银交》 影片讲述了异常忘年恋,终究给三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影片开始,古宝级诗人李继良生活在偏僻的一栋别墅中 他虽然身体日渐衰老,但内心深处依旧渴望年轻的灵魂 徐志友是他唯一的门下子弟,他表面十分优秀、风光 但实际上并无太多的文学天赋和才华 他在老师李继良面前表现得彬彬有礼 但实则十分嫉妒李继良过人的文学造诣 一天,李继良的小花园突然出现了一位意外来客 他就是少女银交 银交洁白无稽的肌肤在阳光下照射的晶莹剔透 李继良那颗渴望青春的心不禁悸动起来 徐志友在和李继良吃饭时提到 自己日益忙碌,可以让正在寻找工作的银交到别墅当中当保姆 照顾李继良的起居 对银交颇有好感的李继良同意了徐志友的提议 于是,银交来到了别墅开始了工作 他青春活泼的气息令李继良十分心动 一位平时安静的别墅带来了生气 两个人的关系日渐亲密 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 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李继良 李继良赶紧开门 门口站着狼狈的银交 原来银交与家里人发生了矛盾挨了打 他祈求李继良能够收留他在别墅过夜 李继良看着浑身湿透的银交十分心疼 赶紧让他进了屋子 清晨,李继良醒来后发现 不知何时银交爬上了自己的床 他看着银交如白玉一般的肌肤和熟睡的小脸 不由自主地将手伸向了银交的身体 不料这时学生徐志友突然来到别墅 打断了李继良的臆想 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李继良对银交的感情越来越深 但自己已经是个垂目的老人 怎么可能再与银交在一起呢 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得到银交的感情 也不敢亵渎了这份纯纯的爱 所以他决定把自己对银交的感情写进了小说 在小说中 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青春年少的岁月 与银交尽情的奔跑 李继良准备把对银交的爱恋 同这本小说一起沉封在记忆深处 不料一天徐志友无意间发现了这本小说 再一次钦佩老师李继良的文学天赋 而自己却是如此的平庸 经历了内心的矛盾过后 他决定带走这部小说手稿 最终这部小说发表了 署名当然是徐志友 李继良知道后十分愤怒心痛 不过这些也都无济于事 小说发表后 银交误会这部小说是徐志友写给自己的 从而慢慢的对徐志友产生了爱慕之情 而徐志友则继续利用银交来收获名利 李继良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终于他忍无可忍改装了徐志友的车 徐志友路上险些发生意外 发现老师打算知自己于死地 于是愤怒地赶回老师的家 没想到却真的出了车祸 徐志友死后 李继良给银交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中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杀死了徐志友 银交好像反映过来什么 跑去找那门小说 他细细地研读了每一个字 终于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本书是李继良写给他的 银交再次回到别墅 看到颓废的李继良孤独地躺在床上 银交再次爬上李继良的床 轻轻地躺在他的身边 他对李继良说出了许多心理话 但李继良依然一动不动 只是留下了一行青泪 最后银交留下一束花 离开了别墅 而李继良在银交走后 留下了四个字 走好银交 全剧中 这是一部孤独的电影 无论是李继良 徐志友还是银交 他们无不例外都是孤独的个体 孤独使他们互相吸引 整部电影既能让你看到爱情的美好 却又感受到了现实的压抑和残酷 其实爱情并没有错 错的只是世俗的眼光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